现代四大天王 毁创阿里捷克马 不知其美刘强东 普通家庭马化腾 一无所有王健 那现在这老王啊 有点难 虽然不至于一无所有 但是亚历山大那是肯定的 因为啊万达的好胆 我是阿聪啊 是全球最大的院线AMC 最近又传出要破产了 对不止一次了 人股价跌掉了将近80% 全球1000多家影院被迫关停 虽然说人CEO啊 赶紧出来澄清说 家人们呐啊不要慌 问题不大 我们没申请破产啊 你听我解释 但是人股价说 我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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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大跳水 这万达当初是花了26亿美元 高价收购的AMC 现在的市值只剩下了3个亿左右 这换算一下呀 血亏150多个小目标啊 我这么激动干什么 哈哈哈哈 尴尬了 那万达和AMC的缘分呢 得回到2012年 那个时候万达院线 在国内势无破终 而老王在中国富豪榜上 还排名第三 那是春风得意马老师急 阿里的马老师为什么急 因为当时他连前十都没挤进去 而且老王还和他打了一个赌 说到2020年也就是今年 如果电商占中国零售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老王就给马老师一个亿 不到的话 马老师给老王一个亿 好家伙呀 看不起电商吗 能不郁闷吗 发死了 那当然了 打赌那是业余消遣 老王当时的正事是 既然院线在国内没有敌手了 那就出海 收购了欠了一屁股债 但还是全美第二大院线的AMC 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来铺路 而且还顺手定了一个大目标 万达在2020年占全球电影市场20%的分 被收购的AMC在第二年就成功美股上市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院线 但是好景不长 这老美的电影市场虽然说已经很成熟 但是也已经触到天花板 从11年到16年 北美每年电影总票房 基本都是在102亿美元到114亿美元之间浮动 很难再有增长 而且有几年还是下降的 而奈飞这样的线上流媒体抢饭丸的势头 也越来越厉害 导致到了17年 也就是老王当上了中国首富的这一年 AMC又开始亏损 到今年人的利润 基本是进一步退20步的节奏 这老王一看 好好家伙 这哪是AMC啊 分明是挨马惨啊 赶紧减持吧 从占股100%减到了去年底的38% 所以爱情是会消失的 对不对 消失的还有利润呢 万达定赢也不好过 自己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将近20亿 而整个万达也比爱马惨美好多少 受人传人影响的实体资产在缩水 大量债务即将面临到期 以及投资人对赌的巨大压力接踵而来 去年财富王 老王从17年的首富已经跌到了10名开外 而今年来看 拽出30名开外 也不是没可能 不过呢 也有好消息 王马约定也差不多到期了 去年电商占咱们中国零售市场份额22%左右 今年你说要突破到50%以上难度很大 这样来看 老王至少回血一个亿 那又假人就问了 说那你说老王和他的万达能挺过去吗 哈哈哈哈 假人呢 不好说 不过呢 有个风向标可以参考 什么时候阿聪又开始在网上活跃了 那说明万达的日子呀 应该好过了 真采金深入心 记得点赞加关注